继续读《村上春书》的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这一章是写谁 继续读哈 比如斐斯基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也是第一人称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是杰伊·盖茨比 但叙述者却始终是一个叫做尼克·卡拉维的青年 我呢 尼克与盖茨比之间的接触面 在微妙又戏剧性的移动 斐斯基拉德便通过这一点讲述着自己的生存状态 这种视角为故事赋予了深度 然而通过尼克的视角来叙述故事 就意味着小说会受到现实的制约 因为在尼克的目光无法到达的地方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反映在小说里 斐斯基拉德运用各种手法 来了场小说技巧的总动员 巧妙地化解了那些限制 这样当然饶有性味 但是这种技术性的创意存在着界限 事实上 此后 斐斯基拉德再也没有写过像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结构的长篇小说 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写得非常巧妙 是一部杰出的第一人称小说 不过他此后也没再发表写法相同的长篇小说 大约是由于结构上的制约 结构上的制约 担心小说写法会变得意趣同工吧 我推测 而且他们这种判断恐怕是正确的 如果以雷蒙德 钱德勒笔下的马洛系列为例 这种制约带来的狭隘 反而会成为有效又亲密的固定程式 很好的发挥功能 我早期的鼠的故事或许也有那么一点类似之处 而在单部作品中 第一人称具有的制约堡垒 往往会渐渐写成让写作者气闷憋屈的东西 正因如此 我也针对第一人称小说的形式 从多种方向发力摇汗它 努力开破新的疆域 然而到了奇鸟形状路的时候 终于深深感到 这就差不多是极限了 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半导入了第三人称 最让我长舒一口气的是与主人公卡夫卡的故事并行 中田这是一位奇怪的老人 和星野这是一位稍先粗暴的卡车司机的故事 得以顺利展开 这样一来 我在分割自己的同时 还能把自己投影到他人身上 表达的更准确说 这就是我能把分割的自己寄托到他人身上了 这样做之后 便有了更多搭配组合的可能性 故事也呈现出复合性分支 可以朝着种种方向扩展开去 可能有人要说既然如此 早一点切换成第三人称 岂不更好 那样岂不是进步得更快吗 实际上可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与我性格上不太懂的变通有关 但想更换小说的观点 就势必动手改造小说的构造 为了完成这种变革 就要有可靠的小说技巧和基础体力 因此只能审时度事 审时度事 循序渐进 拿身体来说 这好比是顺应运动目的 去逐步改造骨骼和肌肉 改造肉体可是既非功夫 又花时间的 总而言之 进入2000年以后 我得到第三人称 这个新的载体 从而踏入了小说的新领域 那里有巨大的开放感 纵目死亡 发现墙壁不见了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无需多言 所谓角色 在小说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小说家必须把具有现实意味 同时又性畏深长 言行中颇有不可预测之处的人物 置于那部作品的中心 一伙中心附近 一群人品一看就明白的人 说着满口一听就明白的话 做得全是一想就明白的事 这样的小说 只怕没法吸引太多读者吧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 像这种用平平常常的手法 描写平平常常事情的小说 才是好小说嘛 不过我这个人 归根结底只是个人喜好 对这样的故事却提不起兴趣 不过比起真实有趣 某种程度的不可预测 我想在小说角色方面 更重要的还是 这个人物能把故事向前亲引多少 创造登场人物的固然是作者 可真正有生命的登场人物 会在某一刻脱离作者之手 开始自己行动 不单单是我 众多虚构文学作家都承认这件事 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把小说写下去 肯定会变成胃童脚蜡 艰辛难耐的哭菜事 小说若是顺利的上了轨道 出场人物会自己行动起来 情节也会自然发展下去 结果便出现了这种幸福的局面 小说家只需将眼前正在展开的场景 原封不动地转化成文字便可 而且这种时候 那个角色还会牵着小说家的手 将他或他引领到 事前未曾预想过的地方 这里我重复的他和他是汉语的 男他和女他 请允许我举出自己最近的小说来当具体的例子 我写的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念中 出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子叫牧原沙罗 说实话 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 我本来是准备写成短篇小说的 按照预先设想篇幅折算成稿纸大约是在六十页 简单说明一下情节 主人公多奇作出生于鸣鼓屋 高中时代非常要好的四位同伴同学向他宣布 从此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却没说明理由 他也没有特意去问 后来他考进了东京的大学 在东京的铁路公司就职 现在已经三十六岁了 高中时代遭到友人绝交 甚至连理由都不给的事 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然而他把这件事藏在心底 在现实中过着安定的生活 工作上诸事顺利 周围的人们也对他十分友善 还和好几位恋人交往过 然而他却无法和别人 缔结深层的精神联系 然后他与年长两岁的沙罗谢购 两人成为恋人 一个偶然的契机 他把高中时代遭到四位好友 绝交的经历告诉了沙罗 沙罗略意沉隐 对他说 你必须立刻回到明古 查清楚十八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能只看自己愿意看的东西 而是要看不得不看的东西 说实话 在沙罗说出这般话之前 我想都没有想过 多奇作会去见那四个人 我本来打算写一个相对较短的故事 多奇作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遭到否定的理由 只能安静而神秘的生活下去 然而由于沙罗这么一说 我只是把他对作说出的话 一样画胡萝卜的转换成文字而已 我就不得不让他到明古屋去 最后甚至把他送到了芬兰 至于那四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 每个角色都得重新一一设计 而他们各自走过的人生之路 也得具体的左手描写 结果故事便理所当然的 采用了长篇小说的题材 也就是说沙罗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几乎一瞬间便令这部小说的方向 性格规模和结构为之一变 我对此也是大为惊诧 心想起来 其实他不是冲着主人公多其助 而是冲着我这个作者说出这份话的 你必须从这里接着写下去 因为你已经涉足这个领域 并且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他说 换句话说 沙罗很可能也是我分身的投影 作为我意识的一个方面 提醒我不能停留在此刻住逐之地 要写得更深入 他说 在这层意义上 这部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它的巡礼之年 对我来说 也许是一部拥有绝不容小区的意义的作品 从形式上来说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但我自己则认为 这是一部在水面之下 种种事物错综复杂的交织 同时又隐喻地发展着的小说 也许远远超过我意识到的 我小说中的角色们 在敦促和激励身为作者的我 推着我的后背前行 这也是写EQ840 我一边描写轻豆的言行举止 一边强烈感受到的东西 他这是硬要把心中的某些东西 替我铺展开去 我心想不过回头反思 相比男性角色 我好像更容易受到女性角色的引领和驱策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想说的是 在某种意义上 小说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 自己的某些部分也被小说创作着 时不时的我会收到提问 你为什么不写以自己的同龄人为主人公的小说 比如说我现在是六十五六岁 为什么不写那一代人的故事 为什么不讲述那些人的生活 那不是作家自然的行为吗 不过我有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作家非得写自己的同龄人不可呢 为什么那才是自然的行为呢 前面说过 写小说让我感到无上快乐的事情之一 就是只要愿意 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既然如此 我为何非得放弃这个美妙的权利不可呢 写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 我刚刚五十出头 却把主人公设定为十五岁的少年 而且在写作期间 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当然那与眼下的十五岁少年应当体会到的感觉 不是一回事 归根结底 只是把我十五岁时的感觉凭空搬移了过来 然而我一边写小说 一边几乎分毫不差地把自己十五岁时 呼吸过的空气 目睹过的光线 在心里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就是把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内心深处的感觉 利用文字的力量巧妙地拖叶出来了 该怎么说呢 真真是美妙的体验 这或许是只有小说家才能体会到的感觉 不过这种美妙 只让我一个人享受的话 那作品就无以成立了 还必须把它相对化才行 也就是要把那种类似喜悦的东西打造成与读者共详的形式 为此我让一位姓宗田的六十多岁的老人灯台亮相 宗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分身 我的头影 他身上具有这样的因素 于是卡夫卡与宗田线上并行 相互呼应 小说获得了健全的均衡 至少身为作者的我这样觉得 现在仍然有这种感觉 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写着 同龄的主人公登场的小说 然而在眼下这个时间点 我并不认为这是非做不可的事 在我而言 首先有小说的灵感呼得涌上心头 然后故事才从那灵感中自然而然的扩张开去 一开始我就提到 小说中会有什么样的人物登场 那完全是由故事自己决定的 而非由我考虑和定夺 身为作家 我仅仅是一个忠实的笔录者 听从其指示 一步一驱而已 有时我可能化身为有同性恋 倾向的二十岁女子 有时又可能变成三十岁的失业家庭主妇 我把脚伸进此时交给我的鞋子 让脚顺应鞋子的尺码开始行动 仅此而已 不是让鞋子顺应脚的尺码 而是让脚去顺应鞋子的尺码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但作为小说家工作得久了 自然而然就能做到 因为这是凭空虚构的 而所谓凭空虚构 就如同梦中发生的事情一样 所谓梦 不管它是在睡觉时做的梦 还是在清醒时做的梦 几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只能跟随着它顺流而下 只管自然而然的随之顺流而下 种种大概不可能做到的事 就可能实现 这才是写小说这一行当极大的喜悦 每当人家问你为什么不写以同龄 认为主人公的小说时 我就很想这样回答他们 只不过说明起来太花时间 也很难让对方轻易地理解 所以每次我都随便敷衍过去 笑容可激地打道 是啊 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写呢 让不同年龄人出场 另做别论 以一般的意义而言 要客观而准确地认清 此时此地的自己 可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 眼下这个现在进行的自己 可是相当难以把握的东西哦 或许正因如此 我才把脚塞进本部属于自己的 各种磁码的鞋子 来综合地检验 此时此地的自己 就像用三角法来测定位置一样 总之 关于小说的登场人物 我要学习的东西 看来还有许许多多 与此同时 把自己小说里出场的人物 从他们的身上看 我要学习的东西 看来也有许多 今后我打算让 形形色色的古怪奇妙 多姿多彩的角色 在小说中登场亮相 生存下去 每当开始写小说的 写新的小说 我总是十分兴奋地想 这下又能和什么样的人见面呢 好了 这是第九章结束了 多谢观温